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围绕这句话 跟大家讲了很多 我觉得道理挺简单的 这真是 人家媒体姓党之后 验证了我 从2007年 08年开始做我们节目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说这句话 对吧 你有党性 你就不能有人性 当你有党性的时候 你一定跟党走的时候 你有保留人性的时候 你死定了 胡小邦 救了那么多人 包括邓小平他们家 对吧 然后被干掉吧 这个赵紫阳 我们都老了 这是他当年在 22路公共汽车里面 对那些绝食的学生 说的我们都老了 未来是你们的 他说的那些未来 拥有未来的学生 今天20多年都已经 可能过了不惑之年了 然后呢 然后我们看到了一句话 媒体姓党 党性的泯灭 人性的猖狂 莫大的喜乐 所以我们跟大家说过 共产党不是人 是魔鬼来的 对吧 据说国内出了一条 这个文件 说37年以来的文件 要求拆掉这个墙院 围墙 小区围墙 那我个人觉得 潜在的感觉就是 因为拆掉围墙的说法 跟另外一个不能再去建 那些奇奇怪怪的建物 好 打裤衩 对不对 打裤衩 这个是中央电视台 对吧 也不知道习近平去的 是不是进了裤衩了 不知道 那对面是人民日报 建了那么个东西 都是下三路的 俩都正好对应放在一起 一对 这都没法说 你说进了裤衩里头 那东西只能是鸟巢 你别乐啊 这里头 这北京人说话 人家叫鸟巢 那是百年奥运崛起的地方 而奇奇怪怪的建筑 一个更关键的 就是国家打击院 人民大会堂后的大坟包 那是江泽民 给他的拼头盖的 江泽民是只蛤蟆 今天朋友们认可了 大坟包 它下面是水 它四周建在水上 而大坟包的位置 下面是个骨河道 北京永定河的 原来的骨河道 那个时候我们就说 那是江泽民是蛤蟆 它必须有水的 所以当你进入 从下面进入这个 国家大剧院的时候 你从水里过去 想不是蛤蟆都不行 你想不孝敬蛤蟆都不行 国遭大难 这个国这个政体 是因为妖魔鬼怪当道 当一个社会走向 真正在天意当中 如果灭掉中共的话 那谁愿意跟党走的人 就等于跟着魔鬼走 跟着蛤蟆走 张家敦 写过2014大崩溃 现在是2016年初 他再度发出声音 文章题目这么说 张家敦 中国经济离崩溃 只剩半年 半年啊 人家说出具体时间了 高之胜说过一个时间 2016年5月之前 退党都管用 5月之后 退党不管用 本月26号27号两天 在上海将召开 20国财长和央行会议 那这将是中国拯救 人民币的最后机会 如果用华尔街的话 讲说 推广世界经济运行的新模式 可今天的中国经济 正处于摇摇欲坠 其金融体系正在分崩离析 所以20国希望在北京 能够矫正其经济问题 他怎么矫正 文章提到说 2015年中国的资本净流出的规模 高达6760亿到1万亿美元之间 他说前的那数据 是国际金融学院的数据 那随着国内的各种对汇市 对股市的干预 结果却是中国的外汇储备 迅速下降 那下降规模 无疑比外管局公布的数字 要庞大的多了 我记得当时周永康完了之后说 从他们家搜出一个亿 是两个亿美金现钞 那一个亿两亿的美金现钞 没准也在外汇储备 那个数据当中的 对不对 那人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 人家家里存点钱 替国家分点担忧 要不然那么一个亿现钞 放在哪儿也占地儿 对不对 占地儿那东西 得需要空间的 所以替国家外汇 外管局 外储局 解除忧患 解除储藏之空间的紧张 周永康多伟大呀 文章 然后提到北京政策制定者们并不允许人民币发现自己的清晰价格 所以人民币跟美元之间欧元之间真正的它的价值比是多少 其实是一个模糊的 并且花费巨资以捍卫其由政治决定的价格范围 他们依然可以这么做 也许再做上半年 但并不会更长久的 特别是中国所捍卫的汇率实际上要比市场自身决定的高出不少 对吧 高出 所以我个人觉得 就像说索罗斯的那时候出现 索罗伊斯一说做空人民币 立刻媒体有反应 你吃什么长大的 喝长江水长大的 管那么宽 管那么长 会不会啊 那为什么它有反应 那是政治上的反应 不是一个真正金融体系当中操守的技术反应 对不对 那是爱国主义的反应 说美帝国主义当中的代表人物索罗斯要向伟大的党国开枪了 我们这儿有盾牌 对不对 那人说这样 要不然我们这儿有女人的身体挡着 可以这样 那没错 因为他就会这个 党的领袖们拿的都是这点东西 对不对 那东西你们不管用啊 那东西 肉包打狗鱼去不回不回啊 这第一个第二个 索罗斯没说什么 他只不过表态人民币 要玩完 你们都不干了 而玩死人民币的 是你们家的赵家人 是你们家自己的人 是你们家今天主政的人上他们家的时候敲门他可能不开的人 你别看他 你别看现在上中央电视台 那些人都这么拐拐的 真去赵家人的时候有家门不给他开门 有可能的 同样一个内含的东西 但在不同的事情上的表现的评论 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主事听命于中央 前途堪忧 文章引用的是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 对证监会的决定 也就是肖刚的下台和新的这个证监会主席的上台 他直接讲肖刚被公开撤职对共产党而言是非常罕见的 说明最高当局接受了政府搞砸了市场的批评 肖刚引入了熔断机制 结果适得其反更加动荡 肖刚被免职呢 是今天主政者的一种赌博 换掉高层 争取时间控制股市带动的对党的声誉造成的损失 这都下背了 这都下背了 而这个最早爆出消息的是华尔街日报 讲在中国经济加剧放缓的背景之下 肖刚被免职 被视为是一种改革的标志 改革意思 对吧 改革意思 在一个 黑帮社会有一个黑老大 黑老大不改 然后跟下面的说 跟下面的人的各部门的这个人说 你们得民主啊 你听见了吗 你们得民主啊 我们得改革啊 那黑老大 为什么对下面的人要求他改革民主呢 他要整死人呢 党的话叫群众斗群众啊 因为里头有他看不顺眼的 要整他 这是第一个 你下面要能够一核心了 大家有人性存在了 我老大就待不了了 所以改革意思的 但是反过来 今天的社会 底下这些打工的 他都各自留于后门 你以为他们家部门后都没后门了 都有后门 全出去 从这山洞里都出去了 对不对 然后又回来 装着老大说 没有没 我没 没后门 没有 不知道 都听老大了 那老大也清楚 你们小样子 个个都有后门 都能出去 你们非说没后门 那老大只能装傻呀 因为这事扯开了 就大家就不好办了 对吧 山洞就得拆了 现在就这个阶段 那肖刚被免职的时间是有选择的 选在了这个26号27号 这个二十国财长和央行会议之前 想寄希望于这二十国会议 那我们刚才看到了 张家敦呢 也提到说 他肯定要寄希望于26号召开的 这个财长会议 央行行长会议 那但是开会上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如果那些都是正常的国家 而你是一个党性跟人性对立的一个政体的话 一定是猴尺骂花蛮精 而花街日报对于这个证监会换人呢 提到一个明确的说法 到底是市场还是政策的工具 中共当局究竟希望市场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不明朗 那证监会是归党中央领导的 必须听党的话 那这与证监会可能处于的物质 可能处于的位置 和它防范风险 以及正常的保护投资者的宗旨是对立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 猴尺骂花蛮精 所以人家说的很简单 你证监会换人了 结果被唤起的萧刚曾经是证监会里面的党委书记 证监会里有党委书记 有人说我们这 还说我们这地方叫市场经济 那市场赚的钱都是给党的 所以党不是人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